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27日 華記正義報導 今天見到政賢舉報廉政公署 叫許智峰 想著洗黑錢 撩官司打 見到政賢、鄧德德 去了廉政公署舉報許智峰 另外那個的士司機很慘 故事就不說了 因為之前說過 和他現在進入司法程序 這班政棍就離譜了 還有一宗就是香港電台 其實在這次的財政預算案 還申請多多2500萬 給上年 給這個香港電台 資助他的製作活動 還要貼多些錢 給這個香港電台 傷害香港的電台 我們一定要用這個約章 就是有一個委員會 有一個consultant來打沉他 另一件事 現在就很多人說了 就是 香港一人派100元 有160多萬的黃絲選民 反對派選民 就好像多了160億 因為之前就說 會不會我們有良心的一群 捐了出來幫助武漢 譬如你收政府一萬就捐五千 我當然就贊成 但是這個就觸動到反對派 所以他們就把160萬 每一個人的一萬元 夾了出來 就反政府 或者他們製造一些破壞 多了160億 這件事就很可怕 政治的事情都不要說了 其實這裏就是身後的東京體育館 哇!2020年的東京奧運 就在這裏開幕 熱切期待 熱切期待這個東京奧運會 這邊就是虎之門大廈 虎之門蕭市 那邊就是六本木 這裏的風景就很美 哇!美得爆炸 現在就剛剛日落 剛剛日落 西斜 這裏呢 就是國立競技場 就是奧運場館 這裏就是整個奧運場地 全部完工了 萬事俱備 獨欠這個東風 就是準備好了 哇!真的好美 這個奧運場館 真是 哇!好正 正到飽了 哇!好正 哇!好正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27日 華記正義報導 今天呢 就見到 政賢呢 有一個去 舉報廉政公署 就叫許智峰 就想著呢 就洗黑錢 就撩官司打 那見到 嗯 正賢啊 鄧德德呢 就去了廉政公署 舉報許智峰 那另外 因為那個的士司機 就很慘的 其實 就是 故事就不講了 因為之前講過 和他現在就進入司法程序 那就是 這班政棍就離譜了 那還有一宗呢 就是 這個香港電台 其實就 在這一次的財政預算案呢 還申請多多 2500萬 給去年 就是給這個香港電台 資助他的 製作活動 那就是 還要貼多些錢 給這個香港電台 傷害香港電台 那我們呢 一定要用呢 這個約章 就是有個委員會 有個consultant 來打沉他 那呢 另一件事 現在就很多人說的了 就是呢 香港一人派100元 那有160多萬的 黃絲的選民 反對派的選民 就好像多了160億 那樣 因為之前就有說 喂 會不會 就是我們有些良心的一群 捐了出來 幫助武漢 譬如你收政府一萬 就捐五千 我當然就贊成了 是吧 但是這個就觸動到反對派呢 他們就把一百六十萬 每一個人的一萬元 夾了出來呢 就反政府啊 或者他們 製造一些破壞啊 那就多了一百六十億 那這件事就 哇 好可怕 唉 政治的事情 都不要說了 我們說一下 其實這裡呢 我們就是身後的 東京體育館 哇 2020年的東京奧運 就是這裡開幕 熱切期待 熱切期待這個東京奧運會 那這邊 其實你看到 這個就是 虎之門大廈 虎之門蕭市 那邊就是六本木 那這裡的風景就很美 哇 美得爆炸 現在就剛剛日落 剛剛日落 西斜 這裡呢 就是國立競技場 就是奧運場館 這裡就是整個奧運的場地 全部完工了 萬事俱備 獨欠這個東風 就是這個準備好了 哇 真的很美 這個奧運場館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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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華記 2月27日 晚間直擊報導 這個是Part 2來的 因為今天 有感而發 就因為 魔漢堅塞部被別人 白了 社會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許智峯 又走去入稟告過敵士司機 接著 大家看到社會不平等的事情 就很多 香港電台 違背了約章 台長又不用下台 電台還申請多了公堂 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 其實還會撥多了2500萬 就比這個港台 很多不公義的事情 華記一直都想團結多些正常人 或者男人的KOL出來 我也希望可以多些人發聲 所以我做了很多平台 今天想說一下 其實現在的新聞 很多假新聞 黃媒、黑記 才會造就了自媒體 藍型的自媒體 Youtuber KOL出來 我今天想分享一下 目前在我認知的 香港的 或者是來自世界各地的 有多少人支持香港警察 或者有多少人支持我們祖國 或者有多少人支持我們祖國 或者有多少人支持正常人 我們儘管看看一些數字 好吧 我這裡有一個 藍型的Youtuber 關注度和Like數 我可以很快地說一下 現在YoutubeKOL的訂閱 排行榜 第一位有壽必記何志光頻道 訂閱有21萬6千 是至到今天為止 第二位Simon 有18萬6千 訂閱至到今天為止 以下都是已到今天為止 我助手都檢查給我了 第三位華記正能量 有18萬3千 是我的 第四位小馬色圖 有16萬3千 第五位李梓敬 有12萬1千 第六位沖沙 有11萬1千 第七位大衛sir 有10萬5千 第八位肥仔傑 有10萬4千 第九位高邊哥 有8萬9千7 第十位黑超哥 有8萬7千2 第十一位有Albert Yip 有8萬2千4 第十二位就是Waron Benny 7萬1千8 第十二位是閃師府廣場 有6萬6千6 第十四位是政壇新秀 有5萬9千4 第十五位是孖池漢世界 有5萬3 第十六位是大樹與木頭 有4萬4千9 第十七位是法律中華 陳振威大律師 有3萬4千7 第十八位是高松傑 有2萬3千8 第十九位是滿能量 有2萬2千6 第十六位是人間有情 有1萬9千3 第十一位是WKTV 華記頻道 有1萬0700 這也是華記的 這是我的第二頻道 後備頻道 第十二位是沙姐生存智慧 有7千9百3 第十三位是空姐牛肉飯 有5萬8千6 如果以我們用過萬訂閱來計 其實只有21個台有過萬 當中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小馬色圖和滿能量 是馬來西亞的 本身 盲向編輯部也有16萬 應該是排第四和五位之間 但因為盲向編輯部 被人擺了 我就沒有放在這樹 然後我再看看 有一個叫做藍營的KOL Youtuber的觀看次數 彭坊 觀看次數和訂閱是不同的 訂閱是有多少人讚好 有多少人訂閱 按個小鈴鐺 觀看次數是用時間來計算的 所以觀看次數和讚好是不同的 台語做了很久 可能很少人讚好 但你做了很久 觀看次數會有很多 時間關係 我講到頭十位 第一位有仇必記 何志光核道 有6千9百萬 即是7千萬 第二位華記正能量 有4千7百多萬 第三位是Simon 3千2百多萬 第四位是Albert Yip 2千8百多萬 第五位大衛sir 有2千2百多萬 第六位高B哥 有2千2百多萬 第七位小馬色圖 有1千9百70多萬 第八位 We Want Berry 有1千9百30萬 第九位 黑超哥 有1千萬 第十位 李梓敬 880萬 李梓敬升得很快 李梓敬在這兩個月 我先做YouTuber 他升得很快 當初華記也是升得很快 因為我去年8月才開台 我都差不多 去到5千萬的觀看數 而訂閱的有18萬3萬 中間還有些時間 我完全沒有鋪片 所以其實 如果講到那個時間 我之前是拿過最快的圈速獎 但我不是追求這些 我現在希望 我希望我不用拍 我可以團結到一班藍營的人 我只是做活動 最開心 但現在為何要講這個 就是 目前 藍營的KOL 我覺得可以做好些 因為 特別是有幾個 他可以懂得用標題 用標題 用標題 用標題檔 做一些效果 然後做一些剪接 其實這個是方法 特別一提 反對派 他們的觀看數和訂閱 是很厲害的 譬如電堂級那些 或者反對派那些 是去到 譬如你反對派 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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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隨時賺 20-30萬 一個月 而賺得最多 應該是 電堂級 電堂級大師 即是蕭若元 那個台 他平均 他的訂閱 現在去到 5-60萬 但他的產量很高 一日拍幾條影片 你看到 觀看數量很多 他的收入 我看到 Youtube的頻道 是由 8-50萬到 300萬 每月的港幣收入 所以原來 做一個台 可以賺 200萬一個月 看看Youtube的數據 大家可以檢查 你上網 你可以檢查 Youtube頻道 最高的訂閱 和瀏覽量 他們有收入 可以評估 我看到 蕭若元的台 有150萬 至300萬 平均收入 這是我看數據 我沒有問過 是那裡的數據 但我看回我自己 和一些我認識的 身邊的人 他的評估都很準 所以 我這個月 可能不知道 4-5萬 或3-4萬 他那裡 都是評估差不多 我上個月 差不多有10萬 但是 我不是追求這些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希望 團結到多些 藍營朋友 出來支持一些 正常的聲音 不要讓反對派 26個立法會議員 教壞小朋友 影響他們盛世前途 其實這條影片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藍營的KOL 就齊了 就在這裡 好嗎 今天我先分享到這裡 多謝 大家好 我現在就在東京 現在我側的就是奧運會的主場館 而我身後這邊就是明智神工 如果有興趣投資日本 或者諮詢有關於日本 無論是生活、留學、任何東西 都可以來參加我們這個周末 星期五、星期六 在尖沙咀海港城環球金融中心 六零一、六零二號室的 這個專業的諮詢會 如果有興趣的人 就歡迎聯絡我們 這個WhatsApp的聯絡就是 9226、6864 歡迎大家聯絡我們 這個就是奧運會的主場館 拜拜